约伯记 第32章 因为约伯自以为义 于是这三个人就不再回答他 那时,布希人兰族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发怒了 他向约伯发怒 因为他在神面前自以为义 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 因为他们虽然仍以约伯为有罪 却找不到回答的话来 以利户等待着要向约伯说话 因为他们的年纪都比以利户大 以利户一见这三个人的口里无话回答 他就发怒了 布希人巴拉家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 我年纪轻,你们年纪大 因此我拘束畏惧 不敢向你们表达我的意见 我心里想,年长的当心说话 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 但是在人心里面有灵 全能者的气息使人有聪明 年纪大的不都有智慧 年老的不都能明白是非 因此我说 你们要听我说话 我也要说出我的意见 你们弃瓷说话的时候 我等待着你们的话 留心听你们的理论 我留意听你们 不料,你们中间没有人能博倒约伯 驳回他所说的话 你们不要说 我们寻得了智慧 能胜过他的 是神不是人 约伯没有用他的话攻击我 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 他们惊慌失措 不再回应 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话了 因为他们不说话 因为他们站着不再回应 我就等待嘛 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 我也要表达我的意见 因为我充满了要说的话 我里面的灵催逼我说出来 我里面如成久的囊 没有出气的地方 又如新酒袋快要破裂 我要说话 使我可以舒畅 我要开口回答 我必不寻人的情面 也不奉承人 因为我不晓得怎样奉承 不然我的创造主 很快就把我除去 第五次 就去决定了 创造主